在大學製茶技術制產品研發基地紀念式特別開設製茶技術秉級技術士術科輔導班 秉級考試包含茶葉辨識、草青機的操作、茶葉草青、茶葉柔年等四站 工學在考試的時候請特別的注意 我們的考試共分為有四個站 第一個站的話是做茶葉的辨識 你可以從它的外觀、從它泡傘之後的澀香味的喝茶湯 辨識這是屬於哪一種茶葉 第二站來講就是草青機的操作 所以你要去學會怎麼樣操作跟開關 當然操作之前的清潔鎖步的動作是一定要去做到的 第三站是一個實地演驗 我們可以看到現場有這樣的一個茶巨 你倒到這個嘉義之後要倒到這個草青機 然後實地的演驗它的一個操作 第四站的話就是螺眼機這樣的一個操作 這也是一個最困難、最需要特別小心的一個動作 輔導班是由曾經獲得神農獎麗展峰老師 帶領學院始作演練 帶領學院學習製茶相關的技術 我們是從高雄來的 那我們是因為2018年開始到2020年辦國際金銘獎 然後制茶比賽 然後感謝大葉大學帶很多的學員來參加比賽 還有金銘獎來參加我們的金子獎的泡茶比賽 我們是因為這樣跟大葉大學結合的、結緣的 然後今天我們早上四點集合 然後因為怕塞車 我們五點從高雄就十一個人做一部三十五人做的遊覽車 然後沿路上來到學校來參加這個上課的情況這樣子 那你覺得學校的設備怎樣? 設備應該是最頂尖的吧 對而且很專業 然後這邊教學講得非常清楚 讓我們這些沒有真正去經歷制茶的人 也可以很放心的在這邊學習 有十一位學員是一起從高雄抱遊覽車北上參加輔導班 學員表示帶大學的師資設備環境都非常好 上完輔導班的課程 大家對於茶的製程與注意的事項都有更多的了解